今天吃一餐299元可以享有韓式鐵盤烤肉 部隊鍋 各式原肉 多樣飲料 還有冰淇淋 吃到飽 這樣子老闆 沒問題嗎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們現在來到台中東區這裡了啦 然後這邊算是東區的金五路 而且你們看一下 這邊沿線 全部都白線 所以你來這邊的話 你想怎麼停 就怎麼停 好不好 這邊就是台中的浪漫了啦 不過我們今天中午要吃的這家餐廳叫做豬隊友韓式烤肉 吃一餐 299元 你們覺得等一下我們會有什麼樣的體驗呢 我們一起進去吃吃看吧 GO OK 299元 299元 599元 199元 分 Messeng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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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配上我們進口的鹽巴這樣子 然後再搭配一點洋蔥 它出去的話會做一個蠻清爽的工作 等一下可以先試看看 喔好啊 謝謝 好啊 好啦各位我已經拿完第一輪的肉了啦 然後他現場的肉好像幾乎全部都是豬肉跟雞肉 牛肉就這一個而已 這一個肉熟之前啦 我们先喝喝看它这个汤的表现 看是如何的 这里面起司片的香味非常的重 我们来先吃吃看 它这个原味沾盐的表现会是如何的 感觉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猪肉片而已 先沾香油 这一沾盐 还有洋葱 烫谷 在那个香油之后它这猪肉片吃起来 格外豐富耶 它這種巴拉龜牛好險 它是切得非常的薄片 不然巴拉龜牛的特性 它油脂會比較少 而且肉質會比較扎實 我們繼續把剩下的肉都烤一烤吧 我們這時候去拿點它現場的醬汁來吃好了 不然真的越看越餓了 它是超級白的 它是很可愛的 和海的酒 有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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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啤酒 很酷 來吧 熟食吃起來啊 它這韓式炸雞有一種很濃厚的蜂蜜醬味道 我還蠻喜歡的耶 現在是炸杏鮑菇耶 它這邊是台中市的東區啊 我們再往後走會到大坑 然後直到新社 它那邊就是盛產杏鮑菇的地方啊 是不是你們看到這些豬肉啊 幾乎都長得一模一樣啊 不過我們今天講的話 我們就用大概覺得感受 來跟各位分享就好了 因為對於這種韓式料理的調味啊 我們畢竟也沒有那麼熟悉啊 豬肉肉質好軟嫩喔 吃過它這個辣醬豬肉齁 它的這個調味啊 它有口感沒有像剛剛的黑胡椒豬 這麼讓人驚豬肉 這麼讓人驚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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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甜豬肉的味道我還蠻喜歡的 嗯 而且它這種醃漬過的豬肉啊 我覺得它口感是非常的軟嫩 你知道 好喝喔 謝謝 不過我們再吃看看剛剛烤好的雞肉啊 雖然說它這雞肉真的是烤到後面啊 它長得幾乎一模一樣啊 阿嬤不會喝阿燙啊 它這些肉應該都是雞腿排的部分啊 真的很入味耶 那我們再去拿第二輪東西來吃吧 那我們再去拿第二輪東西來吃吧 阿嬤 來 Wanna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剛好這個時候來喝一下剛剛拿的蘿蔔湯 它這個蘿蔔燉得好爛喔 它這個肉片搭配泡菜一起下去煮 現在上面附著滿滿的泡菜香感覺還不錯欸 這個醬不錯耶 這個醬是煮的 出醬的醬汁 這是醬汁 這個醬汁 都成為了醬汁 這裏是很精緻 這裏是有的 這裏是醬汁 這裏是有的 這裏是醬汁 這裏是有的 醬汁 這裏是有的 這裏是有的 吃到現在了 我會覺得吃火鍋 它是最簡單又平易近人的 醬汁 那這次我是想要用這些肉包的生菜吃吃看的 感覺應該還蠻讓人期待的唷 我就覺得這樣吃 好像這餐我變得很健康了耶 欸我剛剛店員他們有推薦可以沾這個生菜醬啦 怎麼感覺這個醬的幫助沒有什麼感覺啊 只是一個星星之火而已啊 雖然他可以聊圓 但他撩不動我對你的心啊 我真的是很喜歡他這個雞腿排耶 吃起來非常的鮮嫩 而且又入味 最後就是這隻棒棒腿的部分了 我們這一輪已經吃完了 那我們再去拿下一輪看還要吃什麼東西吧 再來呢 我的 incons준座 我會拾大陸 你快點 製作一盒 黑色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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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我們最後一回合 因為他這邊用餐時間只有 一百分钟 我觉得我们这一顿吃完 再吃个甜点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光弄这一盘肉就弄了20分钟了 你就知道这多消耗时间了 要求时间杀手 最后的鸡肉吃起来了 算说处理这些鸡肉很花时间 要等到它确定是熟的真的是要蛮小心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吃到不熟的话 应该会很不得了 只不过我们今天自己一个人来这边吃 应该是OK啦 可是如果是一桌坐满六个人的话 这个烤盘够很难吃吗 那我们去吃甜点吧 就行了 所以我们今天前进去吃甜点 好了 我们下点签 牛肉 点脏 就好了 你 Beh, 那儿 轻变 轻 轻 好OK啦 我们等一下吃完这个冰淇淋 就准备出去外面做结尾了 那我们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台中的大县 大县这 爱吃不吃都是吃的啦 还有你来到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吃一下东东一元老鹅啊 这是很观光的地方啦 我们来说说今天吃猪队友韩式烧烤的想法好了啦 今天我们吃一餐平日中午只要329元 而且还可以刷卡 他这边主要提供的肉类 都是鸡肉还有猪肉 你要其他的肉类啊 你就要这些加钱 就变成说吃一餐要500多块了 不过我是觉得今天吃这种烧烤 吃他的基本299加10%的这个套餐 我觉得就很够了 因为毕竟吃韩式烧烤就是要吃他的各种肉类 还有各种腌制的调味 那这个部分就是见仁见智啦 那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吃奥饱餐厅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去回复你喔 还有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 要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们会员频道 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喔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